第24回 各位 上次郭大哈地跟著那隻黑貓美猴 果然真是找到貓的主人 原來是上一陣子在富貴山莊住過的酸梅湯 就是這個酸梅湯 這一陣子 幫郭大哈地度過不少難關 在遠城的灰原賽館 郭大哈地沒有錢找數的時候 是他暗中找的數 走到半老 他們想坐馬車的時候 又是他暗中請了一輛馬車 將他們送回到富貴山莊 還有 將富貴山莊 佈置得換言一身 又是他 而且郭大哈地回到富貴山莊 天天不用做就能吃 又是他 唉 唉 現在終於搞清楚了 郭大哈忍不住就說了 嘿嘿 我怎麼都沒想到會是你 這件酸梅湯掩著嘴就笑笑 郭大哈說 啊 你做事總是神神秘秘的 啊 酸梅湯倒下了頭 我 我本來是想自己送去的 不過 我是怕你們不收而已 現在的酸梅湯就冷冰冰的說了 你根本就不用送這些東西來呀 不行 你們幫了我這麼多忙 我不可以不表示一些心意的嘛 郭大哈就說了 哎呀 但是這些東西我們不收得的 為什麼呢 不因為 因為你是女人嘛 女人又是人嘛 郭大哈就單了宴七一眼 喂 喂 他講話的口氣跟你差不多了呀 宴七就即時拿著臉口了 哼 就算男人送那麼多東西來 我們一樣不收得的 郭大哈就接著對酸梅湯說了 是呀 何況 我們已經吃了你那麼多餐了 不好意思的 酸梅湯就眼眨眨眨的說了 這樣呀 嘿 這樣呢 就當我把那些東西 存放在你們那裡啦 好不好 王玉就立刻說了 這樣呀 不要搞我 要付租金的 還要付保管費 行 我照付 每天十兩銀 要真金白銀 不給歇歇一下 這樣呀 那我先付十日先行不行 啊 啊 酸梅湯說呀說呀 真是拿了一百兩銀出來 黃玉沒有動 只是看著一大定的銀 好像看得出神 各大哈地呢 也看著這個黃玉 他們突然覺得黃玉這個人很莫名其妙 那些好喜有此理 酸梅湯好心好意送酒給他喝 送飯給他吃 送椅子給他坐 送屁給他蓋 那麼 還將那間爛屋收拾一身 哦 他現在反而要收人家的租金 還要付錢 哎呀 這個人簡直就是刮老妓 郭大哈就拿眼勵實黃玉 幾乎忍不住想罵出聲 那時候黃玉雙眼已經從眼裡移開了 看著酸梅湯忽然間說 你有病啊 酸梅湯就打了個凸 有病 你不止有病 還病得好緊要 嘻嘻 我又吃得 又睡得 哪會有病的呢 或者 你這些病 就是賺多了賺出來的咯 你用錢買了那麼多東西 又用了那麼多心機送到來這裡 只用心甘情願給我租金 一個人如果沒有病 又怎會做出這些事呀 啊 哦 郭大哈聽 燒了 哼 他都開始覺得酸梅湯的確是有病 而且的確病得好緊要下 酸梅湯那兩顆眼脈 好像龍眼脈掉到大湯坡地滑來滑去在那裡想辦法 嗯 我如果說這樣做 不過是因為覺得欠了你們的情 那你們信不信呢 黃玉就看看郭大哈 喂 郭大小 你信不信啊 郭大哈就說不信 不要搞我 如果連他都不信 那怕天下就沒有其他人會信了 酸梅湯就嘆了氣了 唉 所以 我都沒有這樣說 郭大哈就說 那你想就怎麼說的 酸梅湯眼蠻不停地轉 咬著嘴唇說 嗯 一個男人 如果是看中了一個女人 想要娶她 是不是 就會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事呢 黃玉立刻說 是 這樣 喏 男人為了一個他已經愛上了的女人 簡直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 酸梅湯就說了 女人 都是一樣的 黃玉說 一樣 怎樣一樣呀 一個女人 如果是看中了一個男人 想要嫁給她 都一樣會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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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都成二十歲大了 哦 二十歲大的女孩子 通常都會想到一件事的 就是家人 二十歲大的女孩子 又有誰不懷春呢 那本來是很正常的事 郭大客就立刻笑了 哈哈 我沒有病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誰都不能夠說你有病呀 呃 那不知道 你看中那個人是誰呢 宴七 即時登了一眼 冷冰冰說 當然是你啦 郭大客就笑了 嘻嘻嘻 那不一定的 那他嘴到說雖然不一定 但是面上的表情好像十拿九穩 車 好像這樣的男人 真是打裸都找不到啦 酸梅湯如果沒有看中他 那看中誰呀 沒有人看得中的 酸梅湯的確在那兒看著郭大客 但他在那兒看著頭啊 掩著嘴又笑啊 嗯 或者是你 或者不是你 我現在還不可以說 為什麼呀 事關現在還沒到時候咯 那什麼時候才到時候呢 酸梅湯眼波流動 又知道剩下他的頭了 嗯 我怎麼都要看看他 是不是真是這麼好才行呀 這些是我終生大事呀 我怎麼都要小心點才行呀 你現在還沒看出來咯 我 我都說還想再等下 再看看咯了 我看出來之後 我看出來之後 一定會 第一個告訴你 我還沒看出來的 我還沒看出來的 現七又忽然起了身 禮轉頭走出木屋 這個人的脾氣雖然有點古怪 哈哈 不是蘭花的蘭呀 不是蘭花的蘭呀 是男人的蘭呀 我一定會算是男人的蘭呀 啊 微軟男 呀這個名字也有點怪呀 之下有令 一定会觉得 很开心了 因为你的确 没有辜负到他的期望 梅雨滥就即时 面都红了 你 你认为我做事 真的有点像男人吗 你是个女人 梅雨滥就忍不住 小笑 郭大虾也笑了 你做事的确 比很多男人还要男人 比如说 说到这些 他压低一把声 细细声话 我们那个朋友厌七 有时候就好像女人 他不止有点像女人形 还经常会无缘无故发脾气 梅雨滥就说 你认为女人 会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吗 各大虾只是小笑 不出声 梅雨滥就说 女人 跟男人一样 如果是生气的 一定是有缘故 只不过男人不知道 其实男人 并不如他们自己想象的 这么聪明 郭大虾想说话 之后忍住 他立心不跟他争拗 他争拗就要等他说出 他到底看中哪个人之后 再跟他争拗过 到时 他就会告诉梅雨滥 不知男人起码比他想象中聪明一多 到那时梅雨滥就一定会相信 郭大虾面上露出笑容 好像已经想象到那时候以来的风光 酸梅汤正躺在他怀中 告诉他 那个人 就是他郭大虾 到时 郭大虾就会知道 究竟是谁聪明 郭大虾想想想 笑到几乎连嘴都合不上 林太平也在笑 他是不是又想着同样的事 一个人如果不会自我陶醉 或者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或者根本就不算是个人 人之所以比生畜强 或者就因为有自我陶醉 生畜不会 这时候梅雨滥忽然间说 其实一个男人 有少少女人形都不错 郭大虾就立刻问 喂喂喂 那为什么 那种人 起码不会很野蛮 很粗鲁 而且 一定是比较温柔体贴 郭大虾就十声站起身 柳行屎忽花就走了几步 忽然间转转头就问黄玉 黄老大 你看我像不像 是不是有些女人形的 黄玉说 不要搞我 你是男人 郭大虾就卡卡声笑 我本来这么扭一下就以为是 现在连我自己也有些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 月亮 月亮好光下 圆圆的月亮就挂在树沙 圆圆一个人坐在树底 呆呆地发着恶斗 郭大虾忽然间走过来 在他旁边坐低了 圆圆就走走眉头 泥了他一眼 你们干什么 我来聊聊天 我来聊聊天 现七就摁了面 和我有什么好谈 你快去找那位梅姑娘 郭大虾就摸一下下巴 啊 现七 你好像不是多喜欢梅姑娘 喜欢他的人已经够多了 还用我去臭热闹吗 今下午 你们好像谈得几开心 既然谈得这么开心 又用不来找我呢 郭大虾就忽然间笑了 哈哈哈哈 现七 你喝醋了 现七的面上好像有点红 喝醋 我喝哪个醋呢 呵呵 你知道梅雨南欢喜的人一定是我 但是你呢 又很欢喜他 所以 现七都没等他讲完 站起身就要走 郭大虾拉着他的手 他就出力奋开 郭大虾又再拉回 喂 现七 我是来找你谈正经事的 正经事 哼 你把嘴动讲得出什么正经事呢 喂你好像说过哦 这附近有个姓梅的人家 有个大少爷叫石人梅雨甲的哦 是不是啊 是啊 我是说过啊 那你想一下 梅雨南会不会是梅雨甲的妹妹呢 是不是都跟我没关系 喂 你说梅家是不是跟凤妻不有仇的了 不清楚 我想实在是了 所以梅雨南才会用计铲除了凤妻呃 但是梅雨南和南公丑是不是又是有仇呢 南公丑会不会是他救走了呢 他把南公丑救走了 是不是为了那批珠宝呢 你不如去问梅雨南自己吧 好不好啊 郭大少 哎呀 他自己既然没说 我问都问不到的嘛 不是问不到 我看你是不敢问而已吧 不敢 你怕得罪他 怕他生气 所以 厌七忽然间摸着嘴 那方面呢 怒得更加厉害 郭大虾转头 咦 见到酸梅汤梅雨南走过来 他面上带着甜甜的笑容 我相见眼睛又大又亮 嘿嘿 那些事 你们本来应该问我的 我又怎么会怒啊 厌七摸着面子冷冰冰说 那我们先头说的话 你全部听见了吗 嗯 我 我不是特意来偷听的 我是来告诉你们知道 晚饭 已经准备好了 哈 那真的来得挺对啊 你 厌七本来已经站起身 现在来回头又走 梅雨南看见他走远了 先叹了个气 我又没有得罪他 他为什么一见到我就走呢 郭大虾就小笑话了 嘿嘿 或者因为他很喜欢你了 梅雨南就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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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 喜欢我 哎 为什么喜欢我 反而避开我的下 那又或者因为他已经看出你喜欢的人不是他 对了 梅雨南就躲低头 过了很久的下 忽然间笑了 郭大虾就问他 你笑什么 梅雨南就说 我笑你们的男人 总是该问的说话不问 该说的说话又不说 那我想问你那件事 你究竟看众那个 哎 梅雨南打断郭大虾的说话 拖起他的手 走啦 我们去吃饭先 那些事 吃完饭我再告诉你听 哎 为什么现在不说我听 我怕你听了吃不下饭 他拖着郭大虾的手就走入屋 拖得很紧 坐下之后 还好像不舍得放开 那 梅雨南是不是看中了郭大虾 还是郭大虾自作多情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请听下回分解